为了360给你全方位的好天气 你好我是传希 今天在中部以北都开始出现一些降雨 主要是因为这个封面逐渐要通过了 封面接近的时候 这个封面前缘是属于比较不稳定的区域 所以在海面上一直有这个对流发展起来 发展之后又移入到这个陆地 就造成今天的这个降雨 那预期这样子的天气状况呢 在未来几天都还是会持续 所以呢这个天气要有一些转变 而且温度要往下降了 在这个北部最低温啊 在明天晚上就是这个礼拜四晚上 有机会接近到大约只有13度 而且呢这个低温延续时间会比较久一点 一直到这个廉价都是比较这种湿湿冷的天气 大家稍微留意一下这种天气状况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云图 目前可以看到 其实在台湾这个北边就是封面所处在的区域 那一直有这个对流发展起来 云层量比较偏多 这个天气状况呢都是不稳定的 一直在这个整个中部以北到花冬 都有一些降雨的情况容易出现 那预期在未来几天呢都还是比较类似哦 在华南呢持续一直有这个水气 东移出来 那也影响到我们台湾在中部以北的地区 所以呢其实啊 在未来几天天气都不好 所以呢如果您有这个户外活动的一些安排的话 建议您可以做一些雨天的备用计划了 那么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降雨区域 其实呢未来几天降雨区域都很类似哦 20到23度这样子的低温状况 那这个降雨在中部以北还是有的 那这个中南在南部呢 大致上是多云的情况 至于在这个明天白天的温度啊 其实也还没有说真的很冷 要一直到这晚上才会比较冷哦 北部跟东半部地区的低 这个高温大约还有这个20到27度 中南部啊大约是这个25到30度 这样子的高温状况 到了晚上呢这个冷空气真正南下 温度才会感觉起来比较偏冷一些哦 好的以上是今天天气谢谢您的收看